历经四天24个节目 德云社相声大会已经圆满结束 看的粉丝们大呼过瘾 特别是小先生 一开嗓就惊艳了所有观众 一句龙居奉勉进皇城 可以说吊打了所有主流相声同行 不知道今年老郭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次相声大会无疑是展现出了德云社的真正实力 除了于谦言赫祥孙月 因为当期原因没有参加 德云社全部队长和小圆子的底角演员都参加了本次演出 阵容非常强大 除了阵容上德云社本次的相声大会也是话题 满满 就连被郭德纲封印多年的焚合弯 也重新登上了舞台 这个刚才这是森合弯 说小孩都得管森合弯的黄河楼 对于这个行业来说 其实这几节目是小孩节目 学完演的 或者就是就是特别大 倒太陡了 倒太陡了演的也好玩 一般是小孩们演的 你看我跟余老师过来 我就不怎么遮住这个 我其实还没喝酒 我跟余老师打死都没回来 不是你 虽然这次焚合弯老郭没有跟千大爷一起合作 但感觉就像千大爷在现场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德云社的演员们看了主流飞翼相声大会的视频 老郭还在舞台上砸挂了太平歌词 而张云雷则表示没必要因为太平歌词引起行业内部的争夺 我听观众错误主意啊 你给他们唱你太平歌词了 啊 不是 不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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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来讲过有话过的 这个呀 太平歌词了 怎么了 他这个东西啊 他容易引起争论 太平歌词有什么争论 太平歌词有什么争论 太平歌词有会唱的 也有不会唱的 都跟争论啊 会唱这么多 不会唱比较低 你说我是哗哗哗唱完了之后啊 后来你开网的时候一千五是吧 根本没有必要 因为太平歌词引起行业内部的争论 听完这一席话 不得不佩服德云社演员的格局 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相比于豆版的太平歌词 许多观众可能更加喜爱 张云雷版太平歌词中的韵味 看到老郭的杂卦其他演员们 也都像是憋着一股劲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陶阳也来了一次现场示范 仿佛在告诉主流 相声界什么是相声的基本功 香菜 辣青椒 勾葱能青菜 变豆千黄瓜 加多瓜 买大海铁 买萝卜胡萝卜 变萝卜的脸 香醉的酸的 好韭菜 好韭菜 德云社的演员们用实力吊打主流同行 提到陶阳 就不得不提到郭麒麟 虽然郭麒麟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说相声了 经常游走在各大影视综艺的舞台上 但咱们少班主的基本功可一点都没有落下 跟父亲一起演唱了传统节目 赵花台 好 你呀妈的儿里呀 月的婴儿找花台 秋香皆定下了鸡 她说晚的事儿来 芙蛮南海 听见我们多恩 愛 再软的乱风 早早陪火星 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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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汉童是什么担你 不过来 快点快点 除此之外 郭德纲还跟郭麒麟淘阳 一起合作了魏秧公 曾经的挥肋离去 到如今的笑容满面 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走向辉煌 郭德纲曾在采访时说过 不是他有多优秀 都是同行衬托的 不得不说 现如今的德云社还用得着同行衬托吗 郭德纲用一场相声大会吊打了 所有主流相声同行 如此的降维打击主流相声界 已经没有了可比性 除了基本功德云社的演员们 也更加入了许多创新 就连一向不靠谱的三哥也开始靠谱起来 在相声表演结束后 和搭档表演了一段舞龙 为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 赢得了满堂贺彩 传统相声节目 再加上传统的舞龙 不得不说三哥的举动 让大家耳目一新 而下面关九海创作的队长之歌 却得罪了一众队长 就连师傅都得罪了 但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连续的包袱 唱一个这个是跟我们六队有关的歌 好不好 六队 好厉害 八队 八队进场在这儿是吗 还得 三队 三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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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队长 你说大后来 唱歌你俩还在这儿呢 四哥他是我们的队长 踢球把队伤 其实有人缠他的刀 缠破了把队伤 留下了他的豪大 老眼像一个刮骨一样 所有人到正前骨后的喊出来 我能当队长 谢谢各位 好 烧饼是我的队长 他七秒张的棍比达 哈哈哈哈 三队队长 十八队队队长 我是说队队队长 说队队队长 我就是有队队队长 现在我很紧张 听错了 听错就还把我来唱 烧饼快要替我抵挡 师父站在身旁 踏出歌颂队长 吹哨说他没有情伤 你挂我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师父最在乎的只有 与大娘 如今德云社寡妇失业的团体 日渐壮大 没想到德云社班主 也加入了寡妇失业的团队 而同样寡妇失业的岳云鹏 却已经有了新的搭档人选 他就是捧人巨匠朱贺松 我在我像 你看他 真的真的 他这个 你放心等苏老师一死 我可能 哈哈哈哈 大年纪的啊 那不还得等好几个月吗 不知道 不知道看待这一幕的孙岳老师 会做何感想 如今此次德云社相声大会 已经圆满落幕 郭德纲也用实力证明了德云社 如今 德云社小剧场 也慢慢重新回到往日的繁荣 专场演出 也已经陆续的安排 让我们一起期待德云社 带给大家更多更精彩的演出吧